男子赤裸上半身倒臥在街道上 一旁母親還在旁照顧 但地板上擺放著粉紅色童子 遭民眾舉報在大街上非法刑企 不然還想跟袁瑾莊可憐 但一聽口音就不是台灣人 江西男子一家人從大陸湖北來台 從銅箱納得知台灣人比較有愛心 將患有小兒麻痹兒子放在步上 刑企博取同情 金片子鑲在裡面普通話的感覺 穿得像髒兮兮然後像乞丐這樣 一家三口還會特別從三重搭乘機車車 來到熱鬧的東區刑企 一天至少可以賺進四千元 這一家人一月就以一美移民意來台 六月十歲之位再度來台刑企 已經來台九天了 至少在同個地方刑企三天以上 賺進白花花大潮比上班主 還要好賺 同鄉有跟他們講說 來台灣刑企比較好賺 因此他們才會來台從事非法的活動 但來台刑企的還有她歌聲有揚 她就是被網友稱作小周慧的大陸生長女 圍造財力證明申請來台 在街頭賣意賺錢 因為違反兩岸關係條例 以及圍造文書罪 新北地院判處一年十個月 遺跡兩個月突襲 這次路客們紛紛刻意來台撈錢 民眾差點成了冤大頭 做善心錢得張大眼睛 記者謝澳洲王千玲台北報導